尤其高市長今天在說 助理都有加班 為什麼不能領加班費 其實沒有人在討論這個 你能不能領加班費這個部分 大家在說的是 加班費能不能繳回的這個部分 所以高市長其實很明顯的 承襲了民眾黨硬拗的風格 上個禮拜其實討論最多的是 這所謂的燕女 就是他們在記者會上面 這個空姐跳舞對不對 那但是最後卻把所有的責任 都推給了最基層的舞團說 舞團想要跳這個舞 為什麼不行 現在高宏安高市長 很明顯的就是民眾黨一脈的風格 我沒有錯錯的都是檢察官 檢察官任意公佈資料 錯的都是這一些捕風捉影的 臺灣人民都是政治的迫害 所以很顯然的檢察官說 你自己做錯事又推給基層 那麼我們當然認為 你是犯後態度不佳 應該予以重判